大家好我是王公 占卜這個東西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有的人說它是統計學 有的人說它是一個超自然的力量 總而言之它可以運用一些方式 預測你的未來 甚至是可以準確的說出你的過去 那我今天就好奇了 如果是超自然的力量的話 帶著不同的裝扮 那應該也就可以馬上被它撕破 會講出一樣的結果吧 所以其實你們看到今天的我呢 就是一個月後的我 那一個月前的我的裝扮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頹廢的大學生 然後帶著眼睛 那今天我要去的狀態比較特別 沒錯 就是一個神業怪客的概念 其實打扮成這樣 主要是希望它不要認出來那個人是我 占卜 這兩個字呢其實在遠古時期 拆開來就是它是施占跟龜卜 其中龜卜它的歷史更久遠 甚至古早的人 那種所有動物的骨頭裡面 烏龜它是最靈驗的 所以今天我想要來驗證說 占卜這個東西 那這一次呢我找到占卜師 是做龜鳥掛 然後我給你們看一下當時的這個畫面 立結四樓 天地開中 還有它的鋼鐵 混音 身體 好來 好回去 這就是鳥 它從這裡幫你抽出來的 因為這個我從這邊隨便 等一下我們用烏龜再幫你確認一次 烏龜是火的 你自己抓 把它抓來放在這上面 方向隨便你擺 放下了 右手放掉 看它的尾巴 從哪一個紅布走下去 那就由它決定 就是從這裡下來 這一個布裡面還有一個號碼 所以沒有辦法作弊 33 那我就從這裡跟它算33項 1 2 3 4 5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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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對下來是不是就這一隻 旁邊兩隻就是我們的左右掛 這一隻掛打開它叫什麼 雙腳踏雙船 來你打開這一隻 這是雙腳踏雙船 第一次不成功 第二次你就下次再來 今天你就跟我沒緣 我就不跟你算 要看緣分 命中裡面它有代彩 是一個少爺的命 根本不需要手動三寶 要做家事這一些 這叫做少爺命 但是就是心比較沒有辦法靜下來 命是一個叫個性 人家講就是心軟沒有組件 所以就比較容易會優柔寡斷 這就是你的命 去年今年明年這三年 這個剛好就是你這最異動的時候 你的idea 你的點子會很多 你想要做什麼來講的話 很容易上變 這一腳踏這邊也不穩 這一腳踏這邊也不穩 今年來講的話就是要兩條船 合成一條船 乘風破浪 做什麼事業 現在來講的話 你現在只能夠上班 給人家勤 你現在絕對不能出來創業 你自己已經在創業 就賺不了錢 這一隻籤是叫胡籤 胡籤是最好的籤 叫做財子獸 晚年你就可以享受富貴又清閒 要得到財子獸 就要等你來講 要娶了老婆 所以如果你們像這樣錄一錄來講 你要上網去跟我打廣告 我是沒關係 哈哈哈 OK的各位 我們現在要即將要出發了 我要戴上我這個 淘氣小眼睛 假扮成另外一個神秘的人 究竟他兩次的結果會不會一樣呢 如果一樣的話 哇 那真的蠻厲害的 如果有一個問題 等一下攝影集我可能不會戴進去 如果我要跟他說我要拍的話 他一定就會知道我是誰 但是如果我又偷要戴進去的話 就感覺也太沒有道德了 所以 等一下補完出來 跟你們講結果吧 你們就過來在這裏等我 我們等一下見 OK各位 我們剛剛已經算完了 對我墨鏡可以拿下來了 很慶幸呢 他剛剛完全沒有發現我是誰 因為他剛剛有一度懷疑說 我的聲音怎麼這麼惡熟 他有問我說 我又想要戴著墨鏡來這樣子 然後他就幫我開始算了 非常順利 我的韻徒上一次呢 他說 嗯你是少爺命 但是新人也定不下來 這一次呢 他是跟我說 你是皇帝命 但是你不能被人家念 對我覺得其實都還蠻像的 個性方面呢 也蠻酷的 上一次他是說我優柔寡斷 這一次呢他是說我是不相信自己 那其實這兩個東西聽起來 也是蠻類似的啦 不相信自己某方面來講 其實也是優柔寡斷的一種表現嘛 事業方面呢 我記得很深刻 他上一次說我 沒辦法創業 只能給人家請 那這一次 就比較不一樣了 他是跟我說 我只要努力做 就會有成 最後的晚年呢 上一次他說我是富貴又清閒 這一次呢 他說我的晚年 要好好的顧身體啊 整體下呢 我覺得 準確度是蠻有的 但是呢 我們可以發現 算命這種東西 其實都是給你一個 兩個好像都通的 模擬兩可的答案 難怪大家都說 信者很信 所以我認為我今天做這個實驗 他最終獲得的結果 其實就是可以告訴大家 算命 不管去算幾次 其實都是一樣的 命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然後我剛剛也有跟他聊到 你們這個算命是 用那種小鬼啊 還是是統計學 他就說是會看人家的面相 但是看面相有限 有的人可能 眉毛有修就比較不準 小鬼呢 又跟這個不太一樣了 他算的這個就是 用你抽出的牌 跟你的生成 結合在一起 去推算你的未來 其實是還蠻有趣的啦 但是大家這個東西 當參考就好 千萬不要被這個影響到自己的心情啦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啊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和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公 下次見 Bye